近日由假一拼指导刘雨昕、袁洪等人主演的电影《杠上开花》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开机仪式 作为我国首部黑色幽默的惊悚悬疑清喜剧 该片讲述了武汉城区的一群人打麻将的有趣故事 并穿插了他们协助警方至情文物走私犯罪分子的故事 其中充满着市民底层社会的氛围又不乏市井文化的幽默 三二一开始 除了上述主创之外 西美娟、杜纯、贾乃亮等也将会在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明星阵容可谓十分的豪华 作为首部自导自演的影片 贾义萍也坦言自己绝对是压力山大 压力肯定是有 因为但是作为边做导演边做演员这事吧 因为我们电视剧已经拍了很多了 也都是自己导自己演 那么电影呢 它就要求或者规格要高一些 所以肯定压力会大一些了 据悉该片全程在武汉市井拍摄 将充分展现武汉的主要名胜、自然景观以及人文风貌 主演贾义萍、刘雨昕、袁红的人更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 浓郁的武汉化也成为了该片的最大亮点 影响是地高抢天 我们俩想想有のは身ara的 ally 有的话 你干嘛 你落后haft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